记者陈伟茨新北报道,新北是一家肥皂制造公司,机查被发现未领有化妆品工厂登记证,就生产贩售多款洗手乳商品,被依违反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,非法制造化妆品罪嫌宋办。 新北的检署调查认为,一般人都误认洗手乳是清洁用品非化妆品,加上卫生局机查前也未辅导过该工厂,认定工厂陈姓负责人。 总经理、副总经理最嫌不足不起诉,新北市卫生局会同调查局新北市调查处等单位,去年8月致该肥皂工厂机查,发现该公司未领有化妆品工厂登记证, 却于2010年至2017年6月间,擅自制造一般洗手乳及抗菌洗手乳等四项商品,违反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规定及非法制造化妆品最嫌。 停讯时,该公司陈姓负责人表示,不知道洗手乳是化妆品,以为是清洁用品,所以才未申请登记制造化妆品工厂登记证。 检方认为,陈姓负责人等三人经营制造洗手乳,应是先了解有无生产制造规范,虽又疏失,但在去年8月稽查前,该公司未曾因制造洗手乳被卫生主管机关裁罚。 新北市卫生局人员也正称,先前未曾通知该工厂,洗手乳属化妆品,生产需经许可,也未辅导告知,依一般社会认知,化妆品多用于脸部,因此工厂误认洗手乳是清洁用品便词并非不可采,因此将与三人处分不起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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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